网上投资骗案猖狂 戏价股畅高散货被打击后 突变改以A股时恶人 有市民上月同时被两个上投资群组游说投资A股 手法包装成投资专家 颁售图 推荐来历不明券商手机程式APP 该APP更提供 本金抽新股及大折扣参与大宗交易 诱骗他不存款到声称券商账户 最终血本无归 共损失于260元 有议员估计 近期互联互通及港币人民币双 台城市场热化 加上相关产品更加普及化 顾骗 以此做焦点 策划骗案 市员市民那其化名于今5月收到一名陌生人的 及时通讯软件WhatsApp讯息 起初未有理会 不过 在对方多番聊倾记公事 打探那 的投资情况 阿其中交出个人的港股持仓表 而 名陌生人亦给予一些投资分析 及建议 更在6月 将阿其加入一个WhatsApp群组 每天晚上群组内有一名 称卢瑟瑟的人在网上授课 阿其表示 当时一周会上2至3次 他认为有用 直至6月底该名人士表示 恶股好 好多 叫他下载某个股票交易应用程式 阿其原 对该应用程式有警惕 因为是经普通网页下载 不是在手机操作系统的官方应用程式商店取 不过 在对方游说下 他于7月初完成下载 在指定 行户口入前 但该银行户口的持有人是不知名 是 阿其随即开始阿股买卖 之后噩梦便开始 在阿手指阿股股份获利后 该名陌生人便随即他抽A新股 未有给予时间让阿其考虑 又声称抽新股 用钱认购费用 而他心想抽完可以无要便申购 成功抽到价值约150万人民币的阿股新股 不过 对方是抽到的新股一定要认购 更建议与阿其签署 资145万元的融资协议 该名陌生人又提议阿其参大宗交易 称有大户以约30%的折让售卖股 阿其坦 当时自己心赚的就赚 自己心雄 于是同意对建议 更估出本身持有的基金 港股 以及向财务私融资 用来参与大宗交易 以及偿还上述145万元资 在融资协议期限将至时 阿其变心之大 因对方不断较外面再捧潜入去户口 即后 阿其是与对方沟通 欲想取回户口的金钱 为提款要遭该应用程式拒绝 在以上个案 阿其前后损失180万元 另一方面 在今年7月 他被另一个网上投资 足以类似手法骗去84万元 涉及另一个手机应用 是 阿其不甘受骗 曾三访警局 分别向警方询问 一城市是否可信 抽阿股新股事宜 以及落案 阿其 前退休 但后来又有一份全职工作 大探退休呢 二 即重要被恶 等于出来做义工 平时的娱乐无塞 也做无道 成日挂注受骗事宜 又认为有关交易 是是假的 即未有真正买卖股份 有灭理由 我一 App就买赛宁德时代一只 A股股票 星岛日报向警方 徐纳奇的案件调查进展 警务处公共关系不表 该案件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 暂未有人被捕 今年首五个月警方接获的网上投资骗案达1243宗 损金额合共6.24亿元 警方指出 希望市民对可疑连结 高警惕 并透过已注册投资机构进行投资活动 减低受骗风险 而市民如对任何投资机构的被 有怀疑 可以到证监会网页查阅持牌人及注册 够的公众记录册 立法会金融服务借议员李维 表示 留意到近期股片案模式交以往多 为未有借股及港股的片案数目 又认为近期互联互通 港币人民币双柜台为市场热化 故片图以此交 制作片案 今日那低片案主题 听日又可能是 他也 总之灭吸引到大家的眼球 片图就会做 他 即 虽然受害者转钱入片图账户后 表面会看到 票有升幅 甚至忽视赚钱 但其实都是幻象 并非 得有投资股票 而到了某个阶段 片图就会完全 踪 受害者便难以追究 他表示 业界与香港证件 有就投资片案做沟通 而证件亦与不同的监管 够合作 以及设立定期的沟通机制 未来业界将 两座宣传教育工作 但最终仍要依靠市民小心 谨慎处理讯息 避免坠入陷阱 证监会表示 不会一步评论个别个案 或投诉详情 而证监会狭下 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 会投委会议会继续积极 行公众提防骗案 另外 证监会将继续与其他职机构合作 打击市场适当行为 以保障广大投资 及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的连接稳健 传统的本港 价股畅高散货步伐活动 被当局连番打击 但骗仍然无法完全杜绝 不单从本港系价股改为已 第二股招来 有些更涉及人工智能AI等高科技技术 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认为 投资骗只会愈来愈猖獗极普遍 因为到高一尺 磨高一 预计骗图会持续利用科技 甚至呼在AI包装下 你编一个专业人士 取就用编个专业人士的身份 你讲连把声都学埋 提醒大家要小心 郭思智指 骗案道道都有 几时都有 但无奈人都是贪心 而有些人了解不多 容易受骗 会蒙受一定的损失 这些不是基金及传统交易所买卖基金ETF 钱放入 真令无反 故建议投资者要小心 他指出 近期 股片案模式或有些收敛 因为担心警察都坐紧 但在A股方面 市场憧憬内地或出台刺激经济证 加上包装的好 的确有人相信 又指出港股难炒 时A股都好难时 他建议 无熟就无好做 情愿无 做 要买就买于A股挂钩的ETF 或交由相关人士或专 人事协助 近年香港证监会严打唱高散货活动 或去年11月证监会与廉政公署出动近200人 一连两采取联合行动 搜查50个处所 并拘捕8人 涉嫌透过多家上市公司组成的复杂交叉持股网络 进行高散货计划 涉及非法收益1.9亿亿元 唱高散货活动 是片图利用不同方法 人为的推高某只股份股 然后透过不同社交媒体平台散货 恶散户已高 买入片图预想抛售的股票 星岛头条APP经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